成就性的一个怀扭伤 我在额外的教大家一点点东西 怀扭伤啊 咱们在治疗的时候 一定要加上两块肌肉 一个是臀小肌 尤其是这个臀小肌 另外呢 个别的人需要加上这个扩基膜张肌 但是我在通常治疗的时候 我把这个臀小肌加上 病人可能就没什么症状了 咱们来验证一下 来 趴着 臀小肌大概在哪个位置 在咱们这个臀部这个外侧 臀部这个外侧这个位置呢 咱们这个有一个摸着像轴似的东西 实际上这个位置解剖位它叫大转子 对 大转子 和咱们和哪个位置 和哪个位置呢 咱们啊 我再往上露一点没问题吧 啊 嗯 这是大转子 然后咱们通常能看见就是说 俗称 俗称 李己 李己的外侧缘和咱们裤腰带的这个焦点 我给大家讲的通俗一点 李己的外侧缘和裤腰带的这个焦点 但是这吧 这和大转子连线的终点 差不多就是我们臀小肌的这焦点 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首先你会在 你看在这个腿来回屈膝屈宽的时候 来回动的那个轴那个轴叫大转子 大转子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叫大转子 鼓鼓大转子 是这样的 哎呀 这样看吧 这是鼓鼓大转子 就在这 鼓鼓大转子找到了之后 然后找到我们的 找到我们的李己 找到我们李己的外缘和这个腰带的焦点 这个位置和大转子连线的终点就在这 这是它的右侧 我是为了方便大家看 这一点按着疼吗 不能不疼吧 奶侧崴了 奶侧有问题 这是右侧 不疼的这个是右侧 它是左侧崴角了 左侧崴角应该左侧疼是吧 李己的外缘 和大转子连线的终点 这儿疼不疼 疼 大家可以看啊 我就用一个小手指按它的话 它它都疼了 它都会直跑 是吧 疼吗 这个 所以这个位置很疼了 那这的话呢 我通常喜欢扎针 但是大家如果不会扎的话 没关系 这个位置虽然按起来有点疼 但是效果很好 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怎么按呢 侧身 脸朝屏幕的一侧 对 把这侧放在上面 把换侧放在上面 让患者怎么样呢 屈膝 然后身体往前趴一点 对 这样 好 完全放松啊 然后让它这个脚踝 搭在这个膝关节上 搭上之后 看啊 其实还是一样 位置不变 还是这个焦点和大转子连线重点在这儿 疼 是吧 最省力的方法 但是患者它会比较 觉得比较疼一点啊 我们可以用肘 但是你说用肘的话呢 相对来讲 别使太大劲 因为肘比较尖 按起来比较疼 比你手掌的力量要大很多 我们可以用这个肘搭在这上 搭在这上之后呢 不要去用这个手上下去按 我左右这么按 不要这么按 错 直接 特别简单 往上一趴 疼 特别算疼 我们只需要把身体往上一趴 就可以了 趴完了之后呢 肘做一个轻轻的一个 小滑动就可以了 这它就特别疼了 已经是吧 因为我150多斤 疼吧 这个方法特别好 包括急性的环境上 就是说有的时候 脚踝肿得很厉害 就是说你局部不敢动的时候 你也可以先把它跨这个位置 点一点的时候 它也会觉得走路轻松一些 当然了 如果会扎针的话 直接扎效果更好 就扎这个位置 就扎这个位置 特疼吧 好 来 再测试一下 立起来点 然后你立起来点 今天这个方法相对来讲 疼一点 其实扎针没有那么疼 再来一下 就是你看 先用肘点住这个痛点 点住它 点住之后身体往上一趴 一趴 是吧 这会好一些了 是吧 但是这底下疼 是吧 就是说 先压我说的那个点 就是说 焦点和这大钻子连线重点 然后往下 沿着这个方向 朝大钻子这个方向 再压一下 找找痛点再压一下 疼吧 很疼 好的 马上完事了 来再查 一 二 三 好 行 这个不用配合呼吸吧 这个不用配合呼吸 如果你为了能让它 就是说 能放松一点 其实你配合也行 配合呼吸 怎么配合呢 呼气的时候 来 再来一次 来 吸气 呼 对 呼气的时候 你往上一趴 来 吸气 呼 然后下地走走看 对 先别下地 我们查一下你的颈椎 看看颈椎疼不疼了 实话实说 疼就疼 不疼就不疼 不能骗大家 现在摸着这个左侧还疼吗 好像没有刚才的 没有 好像不疼不疼了 不疼不疼了 是吧 这侧是不是现在左右两侧对比着差不多了 对 好 可以了 起来吧 然后下地试一试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你也可以给大家讲述一下 你最近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 然后治完了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可以把鞋穿好 咱们试 就是说 治这个脚踝好没好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不能说 病人说 哎呀 我走走吧 我试 那个弄完之后病人能走了 就以这个为标准 不行 治好了之后 一定让病人使劲多一多脚 使劲多脚踩一踩 如果这都不疼了 那是斩好了 嗯 我就一直就摆脚之后 就这个左侧 就一直就特拧 就这个 这地儿也难受 就是老师 反正老师这有根筋撑着 就这一直到这 嗯 但是好像现在没什么感觉了 是吧 嗯 好可以 是吧 所以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先复位这个肥骨 复位完肥骨之后 复位这个根骨 复位完根骨之后呢 把这个臀小肌进行一个点压 一个按摩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环球伤 急慢性的 都可以这样治 如果 唇小肌和库尼摩张肌是吧 库尼摩张肌更简单了 库尼摩张肌大概就是 在咱们这个 也是裤腰带 腰带的 腰带这个位置 腰带和咱们这个 身体侧线的这个焦点 然后和大砖子 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 这 就相当于唇小肌 更靠前一点 是在这个位置 对更靠侧面一点 然后这两个位置 都可以按压 因为它课前 我之前查了 它这个 库尼摩张肌问题不大 我刚才就没按 所以呢 就是说当急性的时候呢 急性的时候就是说 我说过局部 患者聚按 不让按的时候 咱们可以 在这个腰带和库尼摩张肌上 做点文章 按一按 会炸针的更好 这样效果还比较好 然后咱们有请 今天第二个模特 咱们来